哥 出来一下 有事找你 我儿子都疼成这样了 你们就默然顾问 你们算什么意思 你们看现在说话出血 都是正常的 不许上你最后要处理了 不是你 你走开我跟他说话呢 叫你撒什么嘴啊 你冷静一点 原来你就是顾问啊 你刚刚出了个医疗事故 把你自己的老师傅给治死了 你说话注意点 我就想不通了 我儿子怎么偏偏 你到你去办了呢 儿子都疼用过去了 赶紧给我儿子想办法 别吵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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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吵了 林志向 郭医生 你没事吧 林志向 别吵了 我去 雪啊 顾 郭医生 你轻一点啊 我这还没开始啊 别动 轻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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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知道疼啊 我都不是来夸你儿该说你了 刚才情况这么紧急 你又这么不管不顾地冲过来 幸亏伤口才不太深 再怎么说我今天救命恩人好吗 这一定要为谁爱的呀 要是现在某人 能因为我为你受伤 给我爸做手术就好了 好了 好了 很痛吗 其实也还好吧 我小时候呢 我爸把我当男孩一样 嗯 别的女孩儿 比如摔个跟头啊 爸妈就赶紧抱起来 又哄又亲的 我爸就属于那种 林志向 在哪儿跌倒沟 在哪儿趴起来 就像在校导初一样 一会儿缝针的时候会不会很疼啊 一会儿缝针的时候会不会很疼啊 这么怕疼吗 这么怕疼吗 嗯 嗯 怎么样 可爱的可爱的 这头猪真可爱 其实它是一只小鸡 是我轮车的时候 儿童病房的护士交给我的 我刚刚就觉得它想织鸡 没好意思说 好可爱的鸡啊 那你管管缝针 谢谢顾医生 那我开始了 准备开始 等一下顾医生 这肝疯了 是不是之前得打点麻药什么的 林志向同学 那现在你们做一个选择题 打麻药 四针 不打麻药 两针 选吧 两针 乖 我会健常心意 我有点疼 忍一下 嗯 嗯 误好吗 嗯 误好吗 嗯 再忍一下 顾医生 你的眼睛好好看啊 不疼了是吧 你别误会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是单纯地出于审美的角度 我这个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三天之内不要碰水 药隔一天换一次 五天之后找我拆线 辛辣的食物就不要再吃了 不疼吗 好了 好了